Hello 大家好 我叫阿貴 我駕駛這部今年款的6R 636 大家好 我是Justin 我駕駛綠色廠花的636也是今年款的 Here we have the lines It's as hard as we are I've ever saw the words that we made I'm still here in the 3K You're shot in the tree You'll be one of my dreams every day 初初我都是玩Ninja 300 然後脫了P之後 就買了當騎士的15年636 玩了一年 然後停了一段時間 駕駛2017年的TMX 玩了一段時間 覺得馬力上也差一點 很懷念以前那種感覺 所以看到今年改了少許款 再出一部新的 這是我第一部Ninja 我之前未駕駛過上一代 或在前一代的Ninja 另一部是Ducatis Grambler 相當好鎮 相比之下這部就順很多 另外這部也是腳車 我每天開上班 要它駛駛駛駛就行 有時想玩得開心一點 都沒問題 比上一代是比較善性 即是那部車的泥力度 沒有那麼猛 但感覺好像是不斷緩步跑 你再放油它下去 它就會再跑快一點 例如說是速度速公路 你走開50公路 你突然間要追回其他車流的車速 100公路 這個絕對會給你一個安全感 你不會覺得需要很多時間 去慢慢拉到速度 你下一個波 二三波 然後立即可以 不用一味就爆上去 開了車兩個多月 從新車到新車到新車 我的朋友看到我的車都說 第一個反應就是 嘩很爆很帥 因為我這部車都是腳車 有些朋友有時見到我 在停車上下車走過去 回到公司 他說 你不是開這輛上班嗎 然後我脫下衣服之後 他就說下面全部是穿衣服 他就說 嘩看不出 這些人都可以 處理到這麼爆的車 還要拿來做腳車 可以說是佩服 我都可以說是 要看不出 我的卡拉莎傑是全原裝的 甚麼都沒有碰過 但我看到你的喉口改了 有甚麼感覺 改完之後 改完之後 就… 視覺感覺 它變輕了 沒有太熱 至於聲音方面 沒有 也不錯 靜靜地 不要吵人 因為下面的催化太大 就要符合今年的歐4標準 所以換了喉嚨 除了外表就沒有其他驚喜 好 你覺得整個改裝是否值得呢 純粹試過效果 它還有一節中批 你換上它就真的會喊 但我不喜歡它那麼吵 因為我玩開車的朋友 都是在我出汽車之前已經認識的 但有的是我出汽車之後 每個人都說這車很漂亮很新 我想來玩一下讓我碰一下 可以說是結束了 但實際上有沒有新朋友認識到呢 那就是貴哥 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我女人 那你說 先補充一下 我是有女朋友的 如果你在看這條影片 這輛車對我認識女生是絕對沒有幫助的 For the record OK 其實我也沒有 個人樂趣比較大 我覺得就是我自己喜歡單腳一點 自己走 這樣吧 你現在看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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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